欢迎来到NTL娱乐新闻频道,请订阅频道,以免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32集请叫我总监定档,谭松韵演绎双面助理,看点满满。 恰似故人归终于要迎来大结局,还是断更四天,最好的剧情永远在下周。 不过,谭松韵和林更新的都市职场新剧《请叫我总监》下周也将接档,恰似故人归,定档4月26日。 故事主要是讲述,从小到大梦想成为投资人的柠檬,谭松韵饰演阴差阳错成为了总裁秘书,与能力极强,但脾气却很火爆的霸总上司。 陆继名林更新饰演斗智斗勇,最终写手竹梦,并肩搞事业的故事。 从请叫我总监的预告片来看,还是很不错的,看点满满。 1、最萌身高差,狼兔CP。 林更新谈松韵,186厘米对162厘米,这种身高差太适合演这种都市爱情剧了, 两个互对的冤家,到底谁喂狼?谁喂兔?那就不好说了。 是霸道总裁的陆继名,还是双面职场女孩柠檬,从预告片来看还真不好说。 工作中的柠檬是陆继名的秘书,表面小白兔,乖巧听话,老板交代的事都做好, 老板说的话听好,绝对是个职场乖乖女,永远保持微笑、礼貌。 下班后的柠檬更像是老板的保姆,分分钟想要揍老板的节奏。 还有各种要求,所谓的路总使用说明书, 干洗注意事项8条,泡咖啡注意事项13条, 饮食习惯注意事项21条,出差注意事项38条, 哈哈柠檬太可怜了。 这是想要打人的节奏。 因此,在老板的的眼里,柠檬可不是什么小白兔,是大尾巴狼,他太凶了,哈哈。 2.小菜鸟成职场精英 小菜鸟成为职场精英,也是现在比较多的故事套路, 虽然老套,但是一路升级打怪,翻身当家做主的这种路线还是挺爽的, 所以也是看点之一。 一心想要成为投资人的柠檬,却阴差阳错地成为了老板的秘书, 但也因为身在职场,柠檬也在不断地经历各种职场波折, 慢慢地成为一个有强大内心的职场人, 这是一个菜鸟转变的必经之路。 当然更有意思的是,在职场中还能收获一份爱情, 所谓爱情事业双丰收。 3.演员自带流量 谭松韵,在这几年的剧里一直有他的身影, 从和任佳伦合作的锦衣之下开始, 一直活跃在各大综艺和电视剧中, 谭松韵不仅性格好,有着一张娃娃脸, 演技也很不错,观众缘也好。 之后和宋威龙、张欣诚合作的《以家人之名》, 谭松韵再次获得了观众的认可。 而林更新,《九亿少女的梦步步惊心》中的十四爷, 《楚桥传》里的宇文月, 电影《三少爷的见敌人杰之神都龙王》, 也是收获满满的粉丝。 不知道这次两个人在新剧里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, 大家拭目以待吧。 感谢收看频道,更多娱乐资讯请订阅频道。